《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回來King Sir接觸的時間 這幾個星期都會接一些海洋生物 會比較複雜一點 今天這個不算太複雜 應該大家都接到的 我們今天會接這個海馬 這個也是一個海洋生物 我們可以開始做了 首先一張紙 什麼顏色都可以 海馬有很多種顏色 那麼就接一個對角線 兩個對角線 一樣啦 每一次接一條線的話 就對回那些位置 還有對到漂亮的角 接著就接大力一點 好了 接著我們兩邊側邊就接到中間 ve 一個有所謂的形狀 按一下 一個紙腰的形狀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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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也是 好 摺完這個之後 這裡就有些要慢慢講解 我們剛剛才摺了一條線 我們剛剛才摺了一條線 這條線要摺到中間線的位置 這樣 但其實很簡單來說 就是這一條最邊的線摺到對面 剛剛才摺的那條線的位置就對了 當然這個角落是要對的 好 如果你已經很熟悉這個節目摺過幾次 我這裡就可以說 其實我們摺下半部就可以了 那條線是 上半部可以留不摺的 就是這樣 對面也是一樣 一樣 把紙邊摺到剛剛摺到那條線的位置 也是 摺下半部就可以了 上面這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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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邊就摺到這條線 這個角落就要對實 對實 好 這一邊也一樣 好 做好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 這個紙邊 又是這個紙邊 就摺到最外圍那條線 最外圍那條斜線那裡 這樣 又是 角落頭是要對正的 要不然那個 海馬的頭和尾就不夠尖 好了 然後這一邊也是這樣做一次 再一次 好了 去到這裏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圖仔耳 我們這條線和剛剛這條線 一同時摺上去 中間的角落頭自然就摺了 類似這樣 然後這一邊也做同樣的東西 再做一次 那麼它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可能 角落頭你們已經可能控制不到 那麼就盡量摺好它 這一邊也是 两边一起摺结果就是中间的角摺起了 到了这个位置 类似一个形状 我们反转它 就摺回刚才那条自己摺的线 这样就一样了 两边一起摺上去 那也是一个webier 类似这样 因为有条接痕 所以其实这个接法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很容易摺起来 这条线同时摺上去 两边很顺手 好 现在就去到这样 因为海马都是比较瘦的 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摺法 一样了 摺回两边线 同时摺上去 好像很麻烦 其实不是很麻烦 做好 现在是类似这样的形状 瘦牆的 这个位置 我们就把 这个是背旗来的 海马 我们就把它摺上来 摺到它怎样呢 摺到它似一个 有些似一个 等腰三角形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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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麻烦一点 我们要将它回复原状 所以这个线 我们也是刮深一点 我们首先将它回复原状 然后将这个 打开 我们将它反出来 我们会见到变了白色 类似这样 类似这样 其实跟回复原状 接一次就OK了 然后这边我们摺一个同样角度的三角形 不要 不同得太多 两边要类似一样 因为我们要将这个有色 这个就摺到白色的里面 白色这个就会多了个袋 那我们就可以摺到 然后我们将整个海马的形状 这种情况对接 对接 大家要留意 将它对接 如果中间有时摺得太迷的话 反而这些情况对接就会不漂亮 不过我没所谓 摺得多就漂亮 对 去到这个位置 然后就好像刚才说了 我们将这个黄色的三角形 摺入白色的三角形的袋 用这个来做扣 扣着海马的两边 如果角度不是很正确 这里就会有问题 不过可以遮掩 类似这样的样子 希望大家摺得漂亮一点 好 完成了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将尾的背旗 将这个角度摺进去 摺进去来接 有一个类似的背旗 大家观察多些海马是怎样的 好 然后我们开始做海马的尾巴 首先这个是底部 这个是上半部 背旗通常在中线的下底 现在我们开始把尾巴 扣一下这个Reverse Fold 这样摺上来 这个位置如何为之标准呢 差不多遮掩到背旗 小小就对了 这样 这样 去到这个步骤 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将尾巴摺幼一点 但是摺到中间的位置 具体来说是这样做 这个摺幼一点就不用到尾巴最尖的位置 摺到这个位置 差不多类似这样 没什么特别标准 最重要是做到自己觉得尾巴 背脊一样 这个标准很简单 就是跟之前的位置一样 当然要做两边对称是最好的 不要叉太圆 尾巴幼了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将尾巴 Reverse Fold的方式摺回来 就是中间是打开来摺入去 不是就在表面摺 中间摺回来 我们又是把它摺回来 摺了下来 类似这样 两边是一样的 好了 然后我们用一个 用几次的Reverse Fold 将尾巴摺回来打一个圈 打一个圈 不用逐步说 其实屈一下 大家应该去到这个地步 应该摺得到 屈一下就打坏了 因为海马真的有这个圈圈的 就用来勾着海草 水草之类之类的 每次都用Reverse Fold 将它勾成一个圈圈 类似这样的形状 对 类似这样的形状 好了 到这里的尾巴的底部 差不多摺完了 我们就开始摺海马的头 这里有一个摺法 类似这样 我们首先把手指摆在这个位置 打开它 然后我们就将它这样摺 大家看到是一上一落的 类似这样的形状 我们就摺下去 但是最好的位置 就是摺到这个中间线 这样摺着 这个可能大家练习多些才熟悉 这样摺着 就是用这个位置摺下去 类似这样 留意这个 里面是类似这样的形状 都是要摺到两边对称 其实对于初初尝试的人 是有点难度的 那就试多几次 慢慢调整它 就摺到两边对称 类似这样的形状 完成了之后 好了 这样 然后我们就将这个 顶这个位置 顶这个位置 开始做个嘴 就摺下去 这个 这样的形状 这样的形状 接着我们就把它再摺出来 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然後海馬的頭類似就是再下一次 再下一格 再打開這個位置再射下來 都是把長條的尖尖慢慢扭曲到海馬的形狀 這個一開始的位置可以再下一點 要不就不遲 這個位置下一點 去到這裏就有一點難度 我們就要把這個紙打開 然後把底層摺下來拉下來 這個真的有時要把它打開來做 打開上面那些紙 然後把它跟回接痕 然後把底層摺下來 然後把它打開 慢慢整理它 一個這樣的形狀 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把海馬的嘴巴摺出摺入 摺入了再摺出來 在表面上做了摺痕 然後把它摺進去 打開這個位置 然後在表面上打開它 照剛才的摺痕 放進去 在裡面摺一次 去到這個位置 差不多海馬就完成了 最後我們把最尖尖的位置 摺回扁進去 然後把兩邊摺下來 就當是它的眼睛 兩邊摺一個三角下來 這邊也是 當是它的眼睛 去到這個位置 海馬就差不多完成了 都是啦 頭部的嘴巴 頭部和嘴巴 頸部調校的位置 要做得它相似 或者順眼 就要練習多幾次 今天這個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接這個海馬 這個就相對於上次的殺人情 來說比較簡單一些 希望大家都接得到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什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它們的書籍、刊物 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可以下載騎